安省冬季的电费价格又涨啦 每个月交电费你真的交对了吗 从11月1号起 温泰华的电费又涨价了 分10段交电费的小伙伴们 熬夜拥有了新借口 白天电费高 半夜呢就要洗衣服打游戏样样靠谱 而炖肉蒸馒头这些就安排到周末再做啦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的温泰华的展经纪莉莉 今天我们讲一讲 安省进入冬季模式后 新的电费计算方式有几种 哪一种最适合你 首先我们从沃泰华电力官网呢 可以查到住宅和小型企业客户 可以选择最适合其能源需求 和生活方式的电费计算方式 说人话呢就是一共分为三种 分10电费超低的隔夜电费 分级电费 第一种分10电费的计算方式呢 非常简单 就是根据使用时间来定价 使用时间呢分为三个时段 低风中风和高风阶段 低风电费的计算时间呢 是工作日的晚7点到早7点 以及周末节假日 那中风的电费计算时间呢 是工作日上午11点到下午5点 剩下的时间呢 一律为高风电费 那第二种是分接电价 计算方式呢 非常简单明了 第一级的费率 就是当住宅用户 每月用电量 1000瓦时以及以下 第二级的费率呢 就是住宅用户 每月用电量 1000瓦时以上 第三种新的计算方式呢 就是超低的隔夜电价 与分时电价类似 超低隔夜电费的价格 取决于你合适用电 该计划呢 对那些夜间消耗大部分电力 或者夜间为电动汽车充电的人来说 就很合适了 具体的收费细则呢 我也放到这里了 那说完不同的收费方式 我们再来看一看 缴纳电费的具体方法 你可以登陆呢 Hydro Outdoor的官网 点击My Account 输入你的具体信息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 你们家每天到底用了多少电 花费是多少了 如果你还不知道 哪种电费模式更适合你 你就可以根据你家用电的数据 通过沃泰华电力公司 提供的四种计划方式 来制定最适合你家的用电方式 最后呢 莉莉还要提醒大家 虽然在沃泰华 大部分地区使用的 都是Hydro Outdoor增大电费 但是呢 也有一些地区使用的是 另一家电力公司 叫做Hydro One来交电费的 比方说 Mannotique Greely 以及沃泰华周边的这些小镇 至于这两个电力公司 有什么区别 Hydro One的交费方式是什么呢 我们就下期再聊了 关注莉莉湖 买房买房 从此都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了